阿恩老师今天早上去演讲嘛 结束以后我就要去吃点东西 我就想吃麻油面线 就是台湾的一种很地道的一种小吃 结果我开车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的门口贴了一个布条 然后上面写说 防疫期间店家体谅大家的辛苦 所以店家送大家吃麻油面线 我就跟老板娘说 我就说老板娘 因为我平常吃肉就本来就吃的比较少 所以我只想吃麻油面线 所以你一定要算我钱 后来吃完以后啊 那个麻油面线是40块台币 就等于内地差不多是10块钱左右 然后我就给老板娘 我就说老板娘 那个这个是麻油面线的钱 结果老板娘就说 我不能收我不能收 因为我上面已经写了 就是我就是要免费送你们吃麻油面线的 我不能收 我就说老板娘 其实你有这份爱心 我们很感动 但其实不只是大家辛苦 其实你开店也很辛苦啊 所以如果你不收的话 以后我再也不敢来吃了 所以你一定要收这个钱 然后他就在那边推托 后来我就把全国的零钱 我就丢在那个它下面的地方 我就直接跑出去 然后老板娘就还追出来 他就说 哎你怎么这样子啊 然后我就说 不是吧 是你怎么这样子 对你一定要收这个钱 谢谢你的爱心 谢谢 当我们愿意去给予 愿意去展现慈悲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些很棒的回馈 而这个回馈会让我们更愿意去给予 所以就在一个给予一个接受 然后在回馈 然后在给予过程当中 我们会感觉到很温暖 然后很满足 说呢 文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